踏入6月,中国多地持续加剧的暴雨 引发了严重洪涝灾害 灾情十分严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上万官兵 到安徽省投入防汛和救灾行动 加固堤坝 中国中央委员会还拨出了1亿2000万人民币 大约7300万令吉 用于支持江西、湖北等受灾地区的防洪工作 星期五持续强降雨 已经造成安徽长江干流和沿江 31条支流及湖泊水位超过警戒水平 包括马鞍山、宣城、铜林、池州、安庆、黄山等 11市、65县不同程度受灾 累计受灾人口300多万人 面对严峻的灾情和灾害形势 8000多名县体官兵和4400多名民警前往安徽 包括铜林、吴卫和马鞍山 积极组织抢险救灾 脱善撤离并安置7万5千受灾群众 维护秩序 包障受灾地区困难群众及本生活 在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 险情没有根本解除钱 不得返回家园 为了不让灾情进一步恶化 一批部队官兵 驰援安徽省湖湖市 开展防汛抢险行动 堆积沙包 进一步加固堤坝 在抢险现场 长江水流湍急 水位远远高过地面 官兵们踩着悉泥乱石 把一包包的沙袋堆积起来 防止山洪向村庄蔓延 避免毁坏老百姓的家园 我们一方面采取僵尸紫梗 南京洪水的疏似 另一方面在下游地区 打通河流灾案 千万百计把老百姓的损失 降到最低 苏州旺庭镇洪灾形势同样严峻 连续强项雨导致水位高涨 由于担心大水将冲破堤坝 所有防汛人员全部进港到位 24小时轮班 连夜巡堤查险 确保消除各类防汛隐患 江西省中周围不堪洪水暴涨 发生溃堤 溃口长达188米 防汛人员经过5天的全地抢修后 修复进度如今已经达到150米 官兵誓言将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